大家好,今天是蓝色土耳其公会的决赛 这次直播解说是由我和独恋 我们这边稍微等一下最后一个选手进来就可以开始了 好像就在树上吧,那个选手 你让他快点 哎呀,还是吕布秀 这让屌丝亲和一看 头腹帅啊 看完这个秀,我就不想做解说了 想直接扭头就走 简直是 哎,不知道说啥了 这个秀多少钱?800块吗?还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贵 但我也不了解 这边直接开始了 不管是多少,都是我们看看就行了 今天这个直播解说我是直接在歪歪上录的 所以出了视频可能不太清晰,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看一下第一局,今天是打五局对吧 独恋啊 是,是五局 孙权主 孙权主 孙权主还是比较主流的 对啊,两个主攻的打法基本上也就那样子了 主要看一下双方怎么去选将 我们主主角这边是一个忠臣 今天是把握的进所有的卡 进首期卡,换奖卡,点奖卡,任何的卡 其次的话是,有进将吗?独恋? 呃,好像有,但是进谁我就不知道了 章角主,然后曹冲 曹冲,章角主为啥要进章角主啊? 就多恨我们教主 好像他们群特别不喜欢吗? 哦,其实章角很强的 是的,尤其是在出了很多 像现在什么刘邪,曹昂 好多武将能 大幅度提高张角主的能力 再加上有些的铁锁 等等,我觉得张角主是可以玩 你觉得了,独恋? 我觉得很强,不是可以玩的问题 就是可能比是全还强的一个武将 这个你这话说的太那啥了 这个只能说是忍者见者,智者见智 但是绝对不会达到一个 很多事,这边刘峰很强啊 那个限制了神装的孙权 孙权其实起手,加一马八卦阵 不是加一马,人王盾 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狼恋记得很好 哦,对 但是刘峰一动全部限掉 而且刘峰是前智慧的 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后智慧的反贼 有效的激活主攻 这个也就是孙权主的一种打法 我们主日讲是个元术 孙权起码,这个忠臣还是可以的 感觉反贼都像刷过手机卡一样的 要距离有距离,要拆有拆 这去湖没必要 对啊,就是去湖打 打主的那个基调就直接打主好了 其他人就不用管了 要去,如果他刚才用的几点去的呀 我没看,我就看了一下去湖 我也是没看,太快了 这个我都脱不了这个 哎呀,这个 做这种直播,我觉得还是得专心点 如果点数非常大的话 就应该考虑用 那个大点直接去湖中会打孙权 因为邓爱跳了一个中内嘛 邓爱有可能是内 所以说中会可能是个反 直接拼中会的话 点数不大也可以去拼的 呃,这边元术非常的给力 起手连弩直接强妙核心寻玉 寻玉死的话 对于反对来说 啊,起手效果就不太好了 起码死了一个寻玉 对于降面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反正苗祖基本没希望了 现在就看怎么和内阶合作吧 不不不,还有貂蝉了吗 几个蛋呢 就一个貂蝉最多 然后貂蝉跳了反部列式跳了就 不是,有貂蝉 你可以无脑的去继续的 对主攻进行一个持续的压制 然后呢,把这些元术的难题 什么的交给内奸来让内奸考虑 你懂吗 不是说貂蝉一个貂蝉就打不死主攻 我觉得以孙权现在的状态 呃,以貂蝉的能力 他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有除非说是你下轮联动 能马上把貂蝉打死 如果打不死的话 呃,貂蝉这两轮的行动 孙权多半就有点惨了 以后再出点什么莫名其妙的拍 还是有机会打死的 主要还是看一下,呃,那个,那叫什么 内奸怎么来平衡 因为现在这种局是内奸最不想看到的 首先忠诚状态非常好 对吧,呃,反贼呢 又去推主 那反贼又在奔奔盘的这个 呃,这个状态下 那你作为内奸来说就考虑的非常多 呃,你不杀忠诚呢 没办法控 你不去保护主攻 那主攻又随时有可能被推死 这个是我们当内奸最讨厌最讨厌看到的局 内奸是一个邓爱啊 邓爱的话能力太低了 而且 天都被一个囤不起来 啊,那所以就是内奸比较头疼吗 再加上这个也这是我这几天出 我已经连续好几天出了内奸专辑了 算是一个专辑吧 就是说 呃,我选内奸永远是想选那种有控场能力的 就遇到这种局 你选邓爱 尤其是不觉醒的状态下 你是没办法把局势搬回来的 对吧 两两个路线对你来说都是比较危险的 可以看转手孙权一雪了 对吧 孙权这一轮撑一下状态 呃,看一下不练时那边有没有逃 完了给予机会再推一次 反正要这轮推不死 有可能反正奔 啊,反正这次还是 过拆其实没必要拆了 要拆也是刁成距离啊 啊 他是找逃去了 他不是要拆别的 他拆逃去了 呃,刘峰一会只要把连母去弄掉就行了 保护一下貂蝉,让貂蝉再动 看一下反贼有没有逃 呃,这个啊 貂蝉那边还是挺给力的 我,我感觉呃,孙权就没必要送出了 让刘峰呃,偷一招就偷一招吧 刘峰呃,刘峰不是偷 现似不是突袭 反正就是正确小一招跑道 对,这个解释就合适了 我看一下 哦,这样 嗯 刘峰去 拿掉布列师的记码没必要啊 没人打布列师的 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 就是说拿到联弩是有必要的 因为你有联弩在,刁查有可能动不了 但是第二个拆就不太合理了 呃,请愿去拆布列师手牌 防止救援也比拆加一码好啊 对,因为你现在是不可能去打布列师的 对吧 你难道说拆了加一码是为了队友更好的对布列师进行集火吗 没有这个的话思路是冲突的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啊 刁查也是非常的清晰 这一轮看这个闪保了一滴血 要不这一次孙权是要求逃的 虽然说是可能有逃 但是因为刘峰这个拆牌道不合理性 让有一次清逃的机会没有了 那这样子的话 中会那边打出输出来 可能还是 那什么 刁查要死了 刁查要死了 反贼还是有希望的 你不能说是反贼 反贼本来这个局就是推主了 能推死就推死 推不死奔盘很正常 对吧 我觉得反贼打成这样子也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元术棋手那轮太给力了 秒掉了群羽 是的 所以说元术这种过牌真的 很多人说是他太强了 就是这一点 你说他棋手并没有说是直接有连弩什么的 但是他通过过牌有那么多杀加连弩 直接把对方一个核心秒掉 对谁来说的 有一次九杀 我们这个时候就 对 这个时候就非常想念 不要老抢话 一人说一句行吧 这个时候如果第一那一轮刘峰拆对的话 现在孙权是一血 就不是两血了 就是因为他没有拆对 导致孙权两血 现在三血了 对不对 要不他还是有两血能打死的机会 啊 苏联你说吧 我感觉不练尸 还可能不止一个桃啊 请愿去拆他手牌 防止那个救援吗 我感觉还是要偷生权的牌 元术的牌没必要偷的 元术已经是报的没桃了 求桃都求到不练尸了 反正处于大练尸了 已经 除非秒组了 这 这 那间加起来两个打三个 三打三都打不过 哎 好奇怪啊 刘峰马上要死 好奇怪啊 这边可以用县市先刹一刀吗 啊 闪电拿掉就这牌基本上稳了吧 对 他顺闪电 啊 他要拆中中辉的加一啊 这倒没什么问题 就是按正常的话可以考虑什么 顺手牌 拆闪电 因为你顺来闪电是没有用的 对吧 你又不可能挂闪电 现在可以可以去秒灯爱 对我我我我个人建议元树这一轮是没必要管中会了中会没有任何的啊 那个那叫什么权对吧 邓爱反正有了你不如说是你拆了闪电顺邓爱 然后通过呃自己加布链石加孙权的三连直接把邓爱推死进入三位一 这就是稳稳的局 而且他这边开五谷还有很大的输出 自己加决斗还是有一点伤害的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 这边可以去先决斗再去开这个五谷吗 那没没没他杀多他也不在乎这 哎卡了 我也卡了 你去看看包子那边怎么回事 他这挺正常的呀 啊可以了可以了就是有点网络这个问题 布链石也有距离 但还基本上活不了的 所以说还是那点就是说你拆中会那一下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如果你那一次顺手过拆全招呼在邓爱身上 这个邓爱死的这个可能性更更更大一点点对吧 这个还是选择选择欣赏一点 所以我当然挺奇怪 他为什么顺顺闪电呢 原来他是想的去拆中会 这导致啊 一下没有跟上他的思路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思路是不可取的 如果作为我们来说达到这一局要明白 我们进入三维一是稳赢的 所以说直接先朝一个人干就行了 没必要说是提高两个人的嘲讽 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 呃 嘲讽的 对就是副嘲讽的呃武将 除非要觉醒了 觉醒你肯定要一轮打死他 就更不用考虑别的了啊 这一次挺伤 孙权这一次伤 而且这边南蛮还能顺过来 南蛮顺过来那间还考虑到这个 我放了主攻是不是就去了 你说会帮吗 会顺过来帮吗 拼了吗 撕票不行吗 打不过了不能撕吗 这这这这个比赛允许撕票吗 有九杀 九杀一下不脸是然后顺过来南蛮 呃 我们来看一下灯爱这一次排序 这下灯爱就南蛮了 对 就是说看一下灯爱啊 有九顺过来的九吗 有九杀可以先杀不脸是 然后顺这张南蛮不是明的吗 他没杀 没杀 那没什么动 没什么问题啊 这次元术也没有多做事 留下保孙权的牌 这次 深爱一人久了 你说还剩两张是什么牌 一张闪一张八卦 哎呀中慧为什么重铸铁锁了 给我铁锁直接铁锁到孙权身上了 这个时候还打慢吗 铁锁孙权和那个 元术呀 批的孙权不就赢了吗 他为啥 这种K牌都能随便重铸的吗 有个闪电的呀 好奇怪呀 反贼打的 看不懂 我们就跳过吧 就倒没发生过 不行 这个是反贼他唯一赢的机会 他自己不要的 我就看一下 如果这个闪电要批了任何一个人 他自己后悔不 只要不批 不连事 那一下不会连不连事的 肯定是 你这个都铁锁 你必须要连出去的 有闪电的前提下 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 批了吧 我看我不好意思 我看了直播 比你们更快一点点 这一下这个铁锁 他是不是后悔死了 作为中会 要不就赢的局 被他自己重铸 我都不知道他要找什么牌能翻盘 告诉我他当时能重铸 不重铸的话 他不会批元素的 人家知道这一点 不是你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呀 你这 你你知道牌队是在哪 那不管怎么样 当时他重铸找任何牌 都没有说是把铁锁铁锁出去更稳 对不对 强求决入 强求决心嘛 这不遜 这不遜陷就直接秒 对 有不遜 什么 你说什么 我以为他火攻自己呢 虽然说现在祖宗还有优势 但是已经不是特别特别大的 怎么说 祖宗和反贼都有失误 后期的话 我觉得反贼失误是完全把要赢的可能性给放弃了 主中方的失误 我觉得还是比较其次的 真的打到后期 你觉得主中方有多大失误 我觉得还是比较其次的 那间呢 可能是断杀的一轮 要不那一轮也许能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控场的环境 这是个人能力问题吗 灯爱就是输出太低吗 就是控场能力比较低 这个时候就慢慢磨吧 其实主中方的最大的失误还是那种那集火 独恋你想这么说吧 就是如果那一轮元术把思路打正确的话 我们在中会没有任何权的时候 集火内奸 打死内奸进入3V1的话 那是这一局是稳稳的 但是他当时莫名其妙不去顺拆邓爱 而去把剩下的锦囊限制牌弄到中会那边 他是怕那个什么 怕那个闪电劈了 秒不死灯爱 其实对输出估计能力不够吧 对对对 他可能是对自己的输出 当时他手上有决斗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有那么个想法 就是说 起码顺可以考虑顺一下手牌 就是拆嘛 你怕闪电打不死 过出来闪电 我理解 但是你起码顺 你应该顺直接去秒 就是你都不尝试进入3V1的机会 你要跟人家慢慢控 那总之是会给对方有赢的机会的 就比如你出漫了 孙权状态也不是很好 那总而言之会给人家一些偷主攻的方式 就比如刚才那次闪电 虽然大家说了重铸闪电影响了排队 但是我们不知道排队 反贼那个时候那是唯一的机会 这是这不是假话 对吧 你不能说是 我就知道我重铸一下闪电才能批 这个不可能的 那你不能说是把自己唯一赢的机会去放弃掉 这个就这样子 这一盘主中赢了 其实大家还不错 这一盘 好吧 失误也不是特别多 好吧 这一看就没有什么高标准高要求的一个心态 对呀 要求好低 七神说的非常的靠谱 独恋要求太低了 不是啊 他们主要以前都是玩五秒房八秒房的 哦 了解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 哦 孙策主 哎 其实我挺想看看别的工会的孙策主 孙策主那间 看怎么空吧 你说这局有几个反 第一轮条 我不知道八区孙策主是怎么打 还有我们群内 我们现在群内已经已经就是说要不就是主中直接一波裸 看能不能秒死一个反进入人数优势跟内奸打控场 装身份已经 那不是上来七个人秒你吗 不是不是不是的 已经啊 这个这个已经是以前的年代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这么打了 我已经很好的教育了他们 这种打法是错误的 这是对其他玩家一种极大的不尊重 他们已经改正了 直接强强强势的秒下贴身位的姜维 这几个武教对拆牌都都不是拆牌系的嘛 孙策还是有很大发挥的 就是可以续标嘛 也就是加威这种挑衅还是威力太小了一点吧 新武将的素材肯定是出我自己的 不过这一轮正好有新法阵也是帮大家熟悉一下 新法阵的过牌属性还是比较稳定的 只不过他的回合内的能力要看一下对方了 不过他跟一些配合 比如说他是邓爱的基友 对吧 啊 那个 能很好的去帮邓爱 哦 操 这边姜维好猛啊 直接起有决心 这个乐其实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有澳洲元素在 这边姜维其肉绝醒 法阵在跳了忠诚以后 这边曹昂也是直接对他进行限制 远之位的曹昂还是比较偏反贼的 还好 这个法阵防御牌比较多 也有桃子吗 对 能撑一下 其次的话 这他走成这条路线 其实对反贼和对自己都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反贼如果打不了主攻 肯定全打你了 你是明确跳出忠诚的人 你你残的话 你以后控场的能力就非常的弱了 第二点对反贼不公平的地方 是反贼的所有输出牌都打在你内奸身上 你这样子的话 啊 反贼以后也比较无力 啊 所以这个对于内奸来说 给我的话 第一轮我是不会 当然法治 新法阵其实也不是十分适合当内的 就是如果我真的选成这样子 我第一轮我是不会这么打的 你觉得呢 我会把内奸身份调清楚 我那个杀 肯定会去杀曹昂嘛 曹昂对 法阵还是很难控的嘛 对曹昂不仅对法阵难控 对任何内奸都难控 你应该这么去说 这一轮就是标准的 什么主中棋手 强妙反贼 但是并没有什么一些 战术性的东西了 那个完全是 我一会就看一下法阵以后怎么控 就是吸引了反贼的同时 直接把反贼打封了 而且还有一个二章在 开元素能不能秒掉二章吧 对 所以还是那句话 那个控场是要有提前的考虑量的 你做完动作会做什么 尤其像孙策主攻局 推主并不是一个主要选择的方式 你跳出来忠诚的话 肯定反贼会打你 反而给了其他主中方很大的优势 江维第一轮的空城太貌势了 没变成要难 稍微低调点就行了 对啊 本来孙策是一个慢局 这一点我觉得独练说的非常的对 就是说 江维棋手是一个能觉醒的牌 不可否认牌是不错的 但是孙策局是一个慢局 你没必要走那么快 该做的做完就可以了 那个看一下以后的情况 因为你不可能说是你觉醒完 完了怎么怎么样 完了以后慢慢的去通过什么 你这样子的话直接死了 让反贼的优势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反贼优势了 当然无存 还得看内奸的脸色现在 内奸而且还可以这个内奸 对反贼帮忙还是蛮大的 但是哦 反正太难控了 而且还有个左词忠诚 一个床 要控的人太多 不是一个床一个左词就头疼死了 床也头疼不仅是左词 大家不要把曹昂 曹昂基本上是免疫了大多数的输出方式杀 而且法阵并不是一个强势的回合内的爆发型的武将 你有多少输出牌能去维持住打死曹昂的能力了 我觉得少 所以他的控场还得更多的去看一下别人 其次的话再加上有尖雄的左词忠 这个也是比较头疼的 这边二战有联络了 可能就把元素有机会秒掉 这秒掉少一个人更好打一下 我看一下这一轮内奸选择 内奸这次没有 内奸这个路我还不会了 我会把内奸身份跳出来 他这轮没有去选择这个炫货 自己要过点牌吗 对他就要过牌 他过牌其实就已经算算跳清楚身份了 我这边会就是直接扔个沙 两个伞扔掉留个热来控场吧 因为把沙应该是给二张送过去的 就是在二张有联络的时候 你是需要他杀死元素的 为什么给 有火攻呗 左词一个藤甲 有火攻呗 那么火攻人家接手一下 火攻不就火攻打草莺了吗 火攻呗 那我想不通吗 为什么不给诸葛克 你给我解释一下 人家防具多 那也应该先全直剑完呀 看到没是有火攻吧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有火攻的 其次的话 他先直剑完再打呀 好奇怪呀 这排序打的 独练 你要好好去教导一下八区玩家 如何去把握一个 你说火树 他天天在八区什么 火树教你三国杀 天天置顶房开 就这样子的呀 火树 有蛋的用 还不如回来跟一区玩呢 火树 要不要给你一个马甲 让你来说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轮二章把状态撑回来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对方有元素 二章的发挥的 这个这个叫什么余地和空间 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二章不是那么快的死亡的话 对于反贼来说是有一定的机会 其实左姿铁锁这两个人感觉不好 还不如把那个集合目标 放在诸葛克身上 因为二章这种是完全杀不动的 而且还提高了比较元素的可能 哦 元素下轮有点危险 啊 慢局好 就是说把局把这个速度放慢以后 啊 谁都有机会 这样子的话就看得比较好玩了 啊 还要保一下元素 没必要 把他加给过去了 我说给元素摸牌吗 没必要 对啊 是没必要 还不如自己摸牌 自己过牌呢 找找装备 出个顺手 顺个八卦阵也算呀 你觉得呢 啊 读炼 分析一下 诶诶 读炼 等会我妈 找我有点事 太没意思了 什么 就是自己过牌 把那个曹安的 装备 顺掉也行啊 我现在感觉反贼是个优势局了 然后诸葛克读武 把 左词读武死就行了 对于他们来说 他还觉得左词是内呢 啊不对 上轮法阵是跳清楚内的 谁们忘了 法阵没有去选择炫祸 炫祸你看 可能过拆或者南蛮都在 都自己摸了 也不会元素去摸了 是的 哎呀 不是 这一点就没必要给元素排了 你是内 你现在就应该为自己以后控场能力去把握 我觉得过拆什么都其次 主要是你要出顺手 我就把孙策的八卦阵顺过来 先给自己带上来 对不对 啊 就是让反贼去描祖 你才可能有点希望赢着 对 其实刚才 你去稍微 你说你说 稍微摸一下左词嘛 提供一下左词的能力 其实刚才有个朋友说的一个一个细节还是挺关键的 就是曹昂丢黑杀了 是吧 他没有通过杀杀人王盾去过牌 我觉得这个过牌还是应该把握住的 你过位置牌提高二张的行动能力 稳定的帮助二张打死元素 我是看聊天记录上说的 其实我都没注意的 现在主中方已经很难打了 因为找不到突破口了 不仅主中方难打 内奸也难打 你懂吗 内奸一开始就难打 对 内奸本来选的就选的不太合适 主要是 三选技能又是给别人排 这样子的话就不是一个内奸很好的这个属性 这次你不是一直很崇拜刘备族的吗 刘备内的吗 刘备内怎么了 我就问你刘备内怎么了 这都是给给别人排吗 这你得跟自己的思路能跟得上呀 我用刘备内和别人用刘备内 那是一个等级的吗 我出过的吧 你一看就不关注我 这一局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局最终是谁赢 独练说了 独练觉得反贼赢 你们呢 反正不是内 我觉得很靠谱 就是反赢还是主赢 我自己说的 反赢还是主赢 内赢我觉得它是胜率最低的 大家就来一个几几开嘛 对吧 十你分一下 反是七还是八 反大概可以到七吧 对啊 我们好像YY直播是能赌那个豆子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开一个 我要三级主播 那还不行 我本来是想开个豆子来给大家赌一下的 不行就算了 的确反正是有极大的优势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一是装备的优势 二是配合的优势 二是三是能力的优势 主中方内奸的能力 左词现在还并没能显示出来 起码孙侧是一个白板 并不能说是很好的在三维三中 创造出自己的主动 反赢 我觉得这个选择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呢 三国杀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游戏 我们不能说咬死了 所以大家应该分一下胜率是多少 万一人家一会儿左词落神 黑莲挪 一万张杀 怎么办 对吧 看左 八号位选诸葛克是很可 就是诸葛克很可孙侧的觉醒 就是万一去觉醒的话 诸葛克很容易去把孙侧打死 对 反正现在孙侧就是一个白板 就等于说是局部 局部反贼三维二 对吧 那个最主要的 其实我觉得局部三维一 反正也就是等于说是每回合 人得两张牌 看看有什么效果 对吧 局部三维一吗 就看一下左词能扛多久 哦 这个周确宇赛还给吗 我觉得没必要给啊 他有藤甲怎么敢给朱雀与山呢 当然他可能换清国 他觉得闪躲 我不是解说 我基本不解说的 这是我徒弟公会 我帮了 我来帮说一下就 我来给独恋说几句话 大家不要老吐槽独恋的声音 解说什么什么的 独恋 独恋呢 玩的还是很不错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这个解说能力吗 主要我们习惯了 所以组织比较快 大家也不要太吐槽 主要有一个交流的作用 对吧 独恋 你说出自己的想法 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就可以了 就大家也不要说 独恋那边 解说的 解说的技巧上的东西了 这个专业 专业和那什么 就有点不一样 对吧 好 靠谱其神 我以后找你 现在可以直接秒组了 独恋到两年 学究竟心 这不用管 反正怎么打 其实都好 你要直接退四法阵 三位一更稳 对不对 就是独恋 就是说 你要有能力 直接进入三位一 我觉得更稳了 他那个什么 他们选择进入三位一了 我觉得这个也无所谓 现在唯一的就是 赶紧把那个闪电拆掉 嗯 二章那边是有距离的 我记得是有个诸雀与扇 他是肯定能再打打 法阵一刀 完了诸葛科把法阵打死 进入三位一 只要还有机会 能把闪电拆掉 这局应该是反贼稳稳的局 刚才买反贼的同伴 刚才买反贼的朋友们 基本上应该是赢豆子的 很可惜我们的直播等级不够 没办法给大家去开这种精彩了 我靠 以后我们做YY直播 我完了去研究一下 这个如何升级一下 这个直播的等级 以后可以搞一下 你自己去开那 我帮你刷就是了 没杀吗 诸葛科 他杀过没啊 没杀过 闪电没有拆掉 闪电是唯一的X因素了 但是呢 孙策在现在这种状态下 是没有多大翻盘能力的 除非说是觉醒 反正只要把握住 先把它弄到两滴血 完了我们 在这个弄两滴血的过程中 把状态赶紧撑一下 然后基本上 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 刚才有一张明桃 这个诸葛科是肯定死不了的 主要还是闪电 闪电 只要是PV 一个都死不了 一个无血 这边孙策还有一点点 小小的虚报牌啊 都摆摆了多少轮了 闪电要P谁 再不行 哦 这边顺手 这个还是比较头疼的 留一下顺手 先把闪电弄掉 有张9丢给2张 这样子的话 2张一会被P 还2张不拿9的吗 还真胆大 给我的话 我要拿9的 我还怕我垫死我 垫很爱找我的 我靠 这一次闪电的判定都太好了 都是反贼要要的牌 两个桃一个顺手 但是都被闪电判定过掉了 不管是哪个牌都会帮他们撑一下状态 一失败是大级了 哦 铁锁 祖宗 祖宗也过了一张好牌 闪电简直就是 气人的 我靠 我找到WJP了吗 这边如果有杀的话 就杀杀2张过过牌 哦 它是红杀 拿9啊 对啊 那就别被P死了 哦漂亮 终于出差了 毕竟过牌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对 这个 这个主攻还是比较伤心的 等了半天 闪电没批人 被人家拆掉了 稳了一大截儿 现在呢 孙策想赢 只能通过自己的裸摸 在反贼没有把状态撑起来之前 打死一个反贼 这个是孙策要赢的唯一的机会了 拿桃子 基本没机会了 但按道理是基本没机会了 但是我们要在没机会中 帮主攻方分析一下如何赢 靠裸摸靠人品 传的 传传传 哦 这干嘛 他是不是毒吾了一下曹昂 我看见好像是 那为什么要毒吾曹昂呢 这加一有什么好下的 抓的就装着了 就难道就是怕 不是 他是想让曹昂有那个技能保护他 呃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吧 就这个收益 当时孙策是摸了一张9 呃 哎呀也就我理解他的思路 就是那个毒链 他是想把加一马下了 让曹昂保护他 但是我觉得是没必要的 你觉得呢 这不是提高主攻或是 对啊 就是说你这个把打都打成一血的话 对方摸A 万一裸摸2A 等等等等 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不要这么拼命嘛 这个时候是撑撞他要紧 你 哎呀 不过无所谓了 这边曹昂可以吃桃了 诸葛哥死就死吧 他队友都砸你了 你不要反击一下 把他杀了 换冠石砸主攻的血 慢慢一血一血的号呗 先把报告阵拆了 哦对 现在反贼 稳点打是绝对要赢的 就不要出现莫名其妙的事 我觉得是没有多大悬念 哦 这一次五股开的太恶心了 这一下基本上主攻可以托管了 哦 主攻心都量了一半 肯定是量了一半呀 这搞笑吗 不是 趴呀 哎呦 人家全是桃子 全是桃子趴嘛 我靠 把剩下的牌趴了呀 你这样多起一张牌不好吗 你这样塞个桃子吗 你装备要的干什么 留的让二张直见不了 过不了牌呗 对不对 爬就行了吗 你中了乐你都不爬 你干嘛 大头算了找我了 要过来 对啊 对啊 现在二张多了一个麒麟弓 这是意思就是说 二张你可以直见给孙策了吗 啊 我对 我看的比你们早一点点 所以说你 住个课 你啪就对了 你留这些装备 就是抑制二张的过牌 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又不需要距离 对吧 孙策又没加一码啥的 吃一轮淘下来 就得没有足了 吃好了 这种桃子 给二张牌有毛用 告诉你独立 这个就是 所谓的什么 二张 二张队友降智商 就老想的跟二张配合 就是想丢牌 凶得着吗 对独立吧 对啊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黑二张 我觉得二张是能用的武将 没有到那种黑的地步 主要就是这些地方 就是老莫名其妙 非要去配合 就有时候就没必要 就哥我不想跟你配合 你都要非要 然后跟你配合一下 解一码也可以给孙策了 再过一张牌 哎 就是怪不得那么多 所谓的好用的武将 都被黑的那么惨 就这莫名其妙打的 不过呢 这一局我想想 我觉得内奸上头选将 是有点问题 就是这种武将 还是比较难 比较当内奸的 其次的话 主中按道理应该是优势 但是他没有在优势的时候 产生作用 可能有一点是什么 元术被二张克制了 其次的话 反贼其他的人 将他比较好 再加上有曹昂 而且左磁能力不高 对对 左磁起手的能力不高 再加上曹昂 那个保护住二张 对吧 有技能保护 导致主中那边 在其手回合的强势以后 就进入一个薄弱期 还是体现出 主攻太降游 并不是一个合适 除非说是 你能很好 很有效的 去让主攻去觉醒 产生能力 不过八号为诸葛克 也抑制了主攻 去觉醒的这个空间 你不敢随便去觉醒的 要不就被趴死了 所以这个还是 主中方被克制的比较惨 你说 直接反对死一个人 还能打出这么大优势 人的主中方有多劣势 管子已经给你 给主中机会了 主这都没办法 主子脚就是随便挂在这儿的 这一局又是一个孙权主 我们来看一下吧 孙权主是比较简单的主攻 但是 陈朴中的话 局限性很低嘛 身权责任很大 希望寻遇是中吧 啊对 这个降面 袁术寻遇 希望一个内一个中 还有的打 你觉得呢 反正站着灯爱和中会 但是呢 灯爱中会 我觉得多少 可能会有一个内奸 所以寻遇和袁术 谁是忠诚 对于孙权这边 直接想看一下寻遇的身份 希望他质恨过了 对吧 这个就有点小吃亏了 我操 没质恨还好 质恨过就这样一个档次 我还是希望袁术是忠诚的 好 袁术 不对 玄域是忠诚的 玄域这边没卖 是跳反贼 因为主攻太危险了 不卖的话 别人都没开手牌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吧 没开就没开吧 我们就不看了 就看主持角就行了 啊 也没事 哦 这边再看到福皇后 孙权鬼断七排 这个是正确的选择 要不这张决斗也是人家的 现在就看看另外一个忠诚吧 而且位置都太靠后了 这一句我觉得主攻方 哎我们来再开反贼和主中 赢 你们觉得 谁赢 概率是多少 几几开 啊 我觉得也应该是凡 起码八好开 五六都十一了 这谁谁谁的数学能力啊 我靠 五六开都能出来 我靠 会玩吗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董小散吗 他们那边 总归是五开嘛 比如说五十开五六开 主角总是五的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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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事呢 哦 就是啊 现在主中方 主粉开 多少开 五九开 长知识了 嗯 要标身份吗 不用标了吧 记不住吗 大家 我锻炼你们 记身份的能力 我们玩从来不标的 就看一遍就应该记住 就是这种辅助功能用什么用 面纱还得脸上画一个忠诚 当然不是我控制的 你们如果想让标的话 你跟这个直播的这个人说 我们也是跟你们看的一样的地方的去弄的 嗯 这张无限没必要的 啊 顺炼呃 那个周慧 加一点血是没影响的 嗯 他想多弃一张牌嘛 你这话可逗了 人家就是怕留的牌太多了 不太合适 嗯 你看弃了一张桃吧 就就不愿意留这张桃 现在点数小 你不懂 你不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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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局部 嗯 嗯 嗯 怎么说呢 中会就是没的啊 这边祖宗也不行啊 这边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祖宗方没办法很好的哎呦我操还被批了那祖宗方扯淡了快快快输了就是说他们的数开了50开了50开就是哦50主角永远是五哈就是说呃这种情况下祖宗方本来就没有一个很大的能力去打出一个突破口 虽然反贼呃输出能力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呢反贼有核心的武将也有很很好的一个能力你的能力本来就输给人家了而且你们的输出又不能很好的打死一个人进入一个人数优势那你越玩往下玩你们越劣势所以说打成这样子我觉得啊比较正常了而且还被闪电批了那基本上是没戏了这一局主攻输了 呃最主要就是张和是一个明显蛮薄弱的环节就是因为这边是一个陈朴冲没办法对张和做出高输出嘛所以说反贼 很容易打吗不是那个张和刚才是巧遍了吧巧遍三一装备了所以他没杀 没没有杀出去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去考虑杀父王后了他我说主视角没办法对张和做出嘛对对对就是唯一 主中方唯一可能说是秒和就是秒张和嘛就别的人都太难打了父王后什么的都不太好打就是唯一能打的也就是那个啊 张和了但是主主角这边陈朴的核心能力比较弱没办法能秒掉张和就是说如果反贼都死不了一个人 他就非常的难打了他就非常的难打了这边又把福一马拿回去了刚才那个张和就是拿福一马就是想保护他自己吧就是他没有去杀父王后 嗯应该是的对就是他巧遍三肯定是不能出牌了吗 嗯 张和下来装备要给中会了提高一下中会能力了 好 嗯 嗯 哦 九杀 大概 城普要去 我不会九杀的 我会把杀人调 把孙权的 房天给 宗会 这个城普留着就留着吧 他有个八卦政策 可以这样做 你这是 黑城普到丧心定旁的地步了 我很喜欢用城普的 我用的肯定比你多城普 哦 好吧 我也挺喜欢用城普的 我要把这句话也补一下 我也挺喜欢用城普的 哎呦 哦 寻渔这下明白了 你说寻渔现在是不是很后悔自己去胡给张和补派 哦 寻渔要去啊 哦 靠 灯爱这一次续报的还太牛逼了 看一下反贼方有没有逃 张和 好 再见 谁说灯爱 哇 谁说终会白板来 刚才是哪个玩家的 画佗有这能力吗 刚才谁说终会白板来 哇 关键时刻掏出了两个桃子 让你们明白了 打脸了吧 不过 灯爱在这个回合能打出这样子的输出 我觉得已经是超乎我的想象了 哦 还有桃子 这一张你本来是球呃 哈哈哈哈 人家是华朵看错身份了 呃 看错无疆了 看错无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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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猜不用猜的 我靠 这不是张和 这一张你本来是球员的牌 被他一下打没了 好奇怪啊 我靠 留一下吗 虚报一张给我猜不好吗 你又不是说要弃牌弃多少 本来球员没了 是招 有一个玩家说 说到很对的 就是说 打法是跟队友的思路变的 福皇后在他的思路当中 已经定义为张和是一名 不会杀他的队友 所以他就把那张牌拆了 那个朋友是比较想表达 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下 反而显得福皇后的思路 非常的广阔 一下就把我认定为 不会玩的玩家 升级到一个思路 非常强的玩家了 这个高我们一个档次的玩家 对对对 干嘛非要抢变三呢 有什么 有什么非要抢变三的一个理由 他们要吃白血呢 这局主中方书是理所当然 两个忠臣都不太给力 一个是 邓爱中 邓爱中 一个是陈朴中 书是理所当然 中间也没有什么波兰的剧情 可能反贼的配合 可以更精细一点点 这我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选手开始吐槽了 不是我觉得吐槽嘛 这就算了 大家都是比赛 都是想赢的 人家也不是故意选成的这样子 这样 说不定 因为所有卡都进了嘛 这里面 可以看我的 我晚上玩 明天是法证测试测试的视频 明天我是会无脑点降法证的 欢迎大家到时候看一下新法证 你要用新法证做内吗 不是新法证做刘备中呀 今天米地已经跟我讲了 说是新法证和刘备 明天一定要出这个视频 我说好的 那我明天我们就打一下吧 刘善主 我不知道大家做过统计没 就是我看过有一篇帖子 就以前贴八有一个论调是 曹丕主是第一胜率的主攻 就主流主攻里头啊 不是说所有主攻 现在又有人说刘善主是第一胜率 我不知道大家以为是谁 你觉得是谁啊 独恋 我啊 主流主攻 主流主攻 大家不要乱想 我从来不选主流主攻的 你看我选过吗 没有就我看贴八的论调 当然我一直觉得贴八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是 不太一样的 刘善主 我感觉只能算 我估计最强的主也就是袁绍吧 应该是 袁绍张角吧 主流主七神 你懂吗 主流主攻你知道是哪几个吗 城长你要说刘备吗 刘备胜率 我觉得刘备胜率不是最高 这个我承认 但是绝对不是最低 绝对是在前三 我觉得是 感觉就是应该是袁绍第一吧 你游戏的环境越好 刘备主的胜率只会高不会低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游戏环境好的话 曹安干嘛来 刚才我给分心了 我看大家聊天了 没看游戏 好 去刷貂蝉了 好 这边貂蝉选择了离间 这个离间还是比较客流善的享乐的 当然貂蝉也是一个核心武将 我靠 不好意思啊 我这儿表给响了 我 你先弄一下 独恋你先解说两句 我先 行 我感觉这样的话 高顺势反 高顺势反 打刘备胜是很亏的 基本 基本盘没有那么多的 但是 反贼的配合已经 这边已经跳内了 反贼配合不好 而且 最主要是调查位置不好 调查很容易死 因为被祖宗方给包围了嘛 这样的话 高顺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一个都杀不了 简直就是 就包奥章过牌吧 也只能这样吧 不是马上要出新许数吗 不知道你们用过吗 新许数 我感觉新许数还是不错的 这边杀主的话 他牌也是太多了 如果祖宗方能把长昂秒掉 反贼方能把长昂秒掉的话 就可以直接推主了 但是这个难度有点大 我记得他们群里有人开通 那个联想云的 哦 奥章要发财了 我感觉许数敢举件给调查的话 可能有桃子 这边又要五八开了吗 现在 哦不是 这边已经反贼是明显优势了 只要把雕权给保住 队长去炮妞了 约炮了 他回来了 你们什么都没听到 啊不好意思 回来了 什么身份啊 雕权高顺 奥章和许数是凡 啊好 没事 他看全屏的 看不到的 这边 这边 高顺 现正这个白颜色字无视调啊 我记得是无视调的 就是装白颜色也不会回去的嘛 这轮降面就比较正常 但是刘善呢 需要一个很好的核心主 但是几个核心武将 比如像貂蝉都是反贼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伤心的 不是 刘善主需要几个核心的忠诚 啊 但是曹昂和赵云啊 都不太核心 就是回合内的能力可能稍显得有点弱 但是 但是曹昂的位置 赵云的位置 以及祝荣的 祝荣的选将 都是正常的一个忠诚的选将 但是不太跟刘善的向性比较合 你要说什么 读炼 我说就是忠诚的 就是唯一优势就是位置嘛 对就是位置嘛 位置上是一个忠诚的位置 当然呢 和刘善的向性不是那么的合 那么强 这边二张直接开南蛮 强 我看这个南蛮 我要看一下会不会造成反贼比较大的危险 不是 掉起来的那个杀是名杀 哎 这一下杀这一下莫名其妙的 他干嘛 还多 二张这一轮打得好莫名其妙 我看不懂 来读炼解释一下 他的意图是什么 他的意图是怕徐树打死曹昂 让曹昂回低血 这是我理解的 我应该说他怕 什么 刘赛杀曹昂到曹昂 就是过牌吧 毛线 徐树是有距离的 他不杀 曹昂不回血 徐树是有机会把曹昂打死的 徐树怎么打的是曹昂的 曹昂有白语诗字 哦 一血吗 对对对 我说错了 不好意思 忘了徐树是不能用锦囊的了 我这个刚才出去一下给思路有点短路 那我觉得还是不应该杀 留作一血随时有机会杀吗 对吧 不回血的话 队友可以给吊权慢慢跌好 对对对 只要死不了吊权吧 刚才我说错了 我们来看南蛮吧 因为我觉得上轮放南 就是放南蛮还是比较危险的 那内奸不用考虑仓死不死 对吧 我要南蛮能放死一个反 打残一个反 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就是这个南蛮可能是内奸的key牌了 当然具体看一下内奸多会去使用 或者怎么去使用 我感觉就是二张放南蛮肯定有桃子的 我先拆一下草 我觉得不应该不应该先吃酒吧 吓唬谁 我等一下想想他吃酒的意图在哪里 先吃酒肯定是有想法的 他是 先跳一个内 怕赵雨冲针吗 不是呀 可能就怕赵雨冲针没有填锁酒杀 万一收掉雕材的话 啊 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其次的话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我先吃一个酒 再放南蛮的话 我因为他是先跳内的 这样子的话 反贼会考虑到 把人头让给你 让你能产生别的作用 就酒杀什么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我瞎说了 这边曹昂死了 这个还是主要有貂蝉核心的作用 曹昂死了 把高顺给解放出来了 应该说 不然的话 高顺没法杀 就每人一拼点了 挺好的呀 每人一拼点 挺稳定的 赵云这次回血 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个作为主中方 打死貂蝉 能否尽快的打死貂蝉 还是比较重要 因为你貂蝉每一次动 还是非常恶心的 那个猜的话 就是要猜貂蝉 对 就是说 不管怎样 貂蝉每动一轮 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恶心 这样子的话 你再坚持几轮 还是比较头疼的 而且你赵云 刘善 包括祝融 都是需要距离的 而那个貂蝉 那边有个加一码 所以如何尽快的打死貂蝉 对于主中来说 是现在头等要是 你可以先把别考虑别的事先拖一拖 但这一件事一定要尽快的去考虑清楚 我刚刚用刷拼点的话太失误了 因为不可能你成为嘲讽目标的 他们会 情愿去推赌 也不会去推你 徐叔现在徐叔就比较稳定 他就做好保雕缠就行了 我觉得他有没有别的作用 你觉得呢 徐叔从一开始就全部举荐给貂蝉 没举荐过别人 对 我觉得这个思路就非常的正确 就是你给高顺没什么用 尤其是钱都还有操 你就保住貂蝉 这局是稳稳的 貂蝉活多久 你们胜率有能高多少 所以说 貂蝉多活一会和反正多一分胜率 对啊 就是你胜率高多少 所以说保和还是比较关键的 起码从这一点来说 徐叔的思路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我计较 没有 没事 而且徐叔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为什么 他觉得 好奇怪 这一轮 貂蝉 按道理应该去顺刘善吧 名牌吗 刘善是 我难道是没注意吗 刘善觉醒是血最少 不是 他最后 如果他是 翻血 二四血五教的话 就是首轮觉醒 你在讲什么 你在回答他们的问题吗 是的 我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轮他应该顺流善 这个属性杀 才能稳定的成功吧 哦 这一次赵云出记离了 赵云这次没有选择去杀 貂蝉是杀 高顺是希望 他和祝荣的联动 能把高顺打死 因为高顺那边还有输出 这次的要奔了 看一下还有没有桃 高顺还要吃一个 能救起来 反得赢 救不起来 主攻有机会赢 漂亮 学术那边太漂亮了 应该说 学术第一轮 就是在 貂蝉一血的时候 敢举荐三账的话 学术肯定是有桃的 是吗 我没看到这 哦 这一次二张裸摸 效果也非常的好呀 那这一次 刘善放拳 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当然前提看 徐树能不能产生一点伤害 可以 哦 刚才这边卡了一下 他拿了 他摸了一张杀 手上一张酒 完了去杀 最终获得比赛胜利 还有比赛吗 还有一排吧 怎么少了一个人啊 还是五排啊 五谷 也摸得比较的深 你们看了几排 我也忘记了 那就是结束了吧 孙权 第一局 第二局是孙策 孙权 还有一排 怎么跑了 刘善 我去问问情况 哦 还有一排 那就等等吧 你应该是有替补或者什么吧 还是让他们用点那个非主流主比较好看吗 比赛 我觉得除非是咱们比赛可能会选一选 我觉得把握主意就行了 应该是 我觉得主攻还有一个熟练度的问题 你玩熟了一种主攻 很多套路 明白了 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 比赛的时候选主流主攻 我挺理解他们的 就像咱们 哎呀 上次是我跟大头算吧 去三区而四区去做解 六区去做解说 就是比赛全部是孙权组 一色的 那我只能说 他们平时群内只玩孙权组 而对于孙权组的一些套路都非常的熟了 选自己最拿手的绝对是正确的 这个他们是想表现出 哎呀 什么 他们水平比较高吗 不是啊 就是就是最大的 就是比赛肯定是要选择 对自己来说胜率最高的一个武将 对吧 你不可能说比赛去玩一个平时不熟的 那不是二吗 所以说只能体现了两 就是通过他们一直选孙权组 体现了两件事 第一件他们平时玩孙权组的确多 第二件 孙权组是他们最拿手的一个主攻 他们比较信任 好像看的比赛都是孙权组是偏多的 啊 曹昂组 提到我的呼唤了 我这个曹昂组可能还是需要什么 贴身位有没有忠诚 这样子的话效果发挥的更 比如说皇后中啊 那天你见我皇后 我曹昂联弩杀皇后秒那个打不死的王毅了吗 打不死的王毅主 那把挺精彩的 很可惜被二哥那个存货给 而且还有 你记不记得就是不敢出吗 怕 怕虫神喷吗 二哥跟蔡比选了跟那什么呢 完了让我那个视频没有问世 但是那一把我觉得完全体现了曹昂加富豪后的 鹰霸的组合 尤其是你回合内能多次产生杀这个输出 真的是谁都挡不住 还有一个简易码 这个简易码起手是太关键了 因为那个他正好是需要简易码来保护自己 尤其是貂蟬这种核心武将 所以有了简易码就非常的安全 如果有张和 肯定一轮了 这简易码会到第二 对啊 这个肯定是要张和肯定要巧遍 但是说简易码很关键 但是没办法是有张和嘛 这个是必须装的 反正他的手牌是 不可能去浪费掉的 你不会等到张和肯定再带这个简易吗 这是不可能的吗 这是谁说的呢 你觉得张和肯定多会死 我说不可能等张和死的再带这个简易码 有人说不要带这个简易码 其次呢 起码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个简易码 已经保调查一张闪了 起码是抑制了对面的一点输出 保护一下调查 已经赚到了 人家有张和 有流风 那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产生的效果 说明这个带还是不亏的 你卡手里头 你不留别的 也不合适 对吧 刚才那些牌 我觉得多留也没什么问题 最多是那张闪可以不留 但是那张闪给送给貂蝉 也是达到了效果了 所以也就不说什么了 四点反 所以这一点牵扯到一个问题 孙上香是不是 骑手挂了一个闪电过了 就没做任何事 还是怎么了 挑反了 我们当然没太注意 孙上香也没做什么吧 就是挂了一个闪电过吧 田说组合招合 招合是个明反 感觉说组的话 这不能表任何疯狂啊 对啊 就是说 当时我觉得 哪有反贼 弃手挂闪电呢 从这一点 我就觉得孙上香 又没有什么鬼财啊 鬼道啊 或者说是什么 张张张张张张 那叫张帅来张宝 等一些能改判定的武将 你说作为反贼 可能直接挂闪电吗 他敢挂闪电 肯定不是反贼 所以叼传弃手 去杀一刀孙上香 我觉得当时他的意图 是让主公直接产生慷慨 来过牌 但是呢 主公没有过 就很奇怪 就我不管 如果是貂柴杀 孙上香 我是主的话 我肯定是要过牌的 这边寻优的手牌 非常的给力 今天怎么了 好几轮都是七手连弩 直接要秒人的感觉 而且都是打的寻玉 对不对 上一局是邓爱 要秒寻玉 第一轮是袁术 秒寻玉 这一轮寻玉 寻玉真他妈倒霉 我靠 你也可以杀掉啊 先开桃圆队 再用力啊 没事 人家打得比较嗨嘛 这个顺手就没必要顺 低高 孙上香 孙上香很有可能是内阶去秒标才呢 孙上香肯定是内阶 哪有忠诚直接铁锁主公呢 给我的话 是内阶的话就 给我的话 我这张顺会顺闪电 你觉得呢 是因为是已经优势了嘛 对 不要再去顺 顺 你看这个 也许酒是他送过去的 直接让貂蝉 那个那什么了 夏侯爸舍不舍得这个距离 不舍得 你刚刚寻玉没用嘛 现在夏侯爸可能没杀了嘛 不然武器不能接过来 这边我会看看 给 去找个距离吧 还好 因为主公这边 主中方核心比较多 对 死个貂蝉 还有寻幽呢 而且寻幽的位置比较好 应该说反贼的人物比较被克嘛 刘峰和张河都被 寻幽和貂蝉 一点都不怕 不怕他们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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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张河这边 武器就没必要打 哎 太不相信人品了 我靠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亏的 因为寻幽是稳定会出锦囊的人 你怕闪电批 不如怕一个稳定会出锦囊 秒人的人 对吧 独蝉 你能懂这个意思吗 我知道 闪闪电是有几率中的 完了 但是寻幽是百分之百会出锦囊的 那你这个无限肯定要留一个百分之百会防的东西 而不是防一个可能不会中的闪电 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可以掉点血 哇 这没必要无限 他肯定还要放A的 他这无限 我觉得也没必 当然 我理解了 他可能是要考虑靠桃园了 就是打死刘峰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杀了孙上香 他不是有决斗吗 他无限貂蝉肯定是貂蝉不愿意打死的 你懂这个意思吗 啊 你看 三次随上香 完了开桃园 啊 你不要质疑人家 但是随上香逃多 那没办法 这边还是要开桃园 他既然保了貂蝉 他肯定啊 他还是强杀了 强杀 合适吗 这很危险啊 对啊 夏侯霸是凉血 那边有那个 不不不 嘲笑的 不不不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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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有 有慷慨 有超傲 哦 对 有慷慨 夏侯霸 他觉醒了 还是不是那么强 哦 这边还能拿个白银狮子 哦 闪电不要拿 为啥拿闪电了 他 他觉得还是优势 我觉得他应该说是 那个把寻优撑到凉 他就拆手牌吧 什么 我说雕才最后个拆 那个武器就没必要拆了 慷慨 就就吧 这个时候就慷慨保 保不住了 这有福一马 有距离 这个局已经没有说是八个人了 肯定不应该拆距离 拆了距离有什么用 人家现在限制夏侯霸的距离了吗 照样杀全场的距离 拿闪 哦 有无限哈 没看到 不对啊 还是应该拿闪呀 还是应该拿闪呀 啊 你看他不拿闪 人家夏侯霸都不出杀了 操操是明显没有闪了 呃 赌一下还是能把熊霸打死的 哎 我不知道啊 这边他自己活攻求死了 禁单挑 禁单挑 我觉得并不是优势 所以说你要是空了闪以后 是不是由夏侯霸打死 更合适一点点 哎 还是打的有问题 这边还气逃吗 单挑打不过的 这个我只 这话就放在这了 现在几几开了 啊 这不不不这不太一定了 一选了 当我刚才话没说啊 我说回来话 嗯 主要是过牌没过到闪 这个我们是估算不出来的 对吧 啊 他不是有咆哮吗 为什么不连续杀 好 反正赢了 我感觉那个熊霸的决斗是很有带伤缺的 还不如开个桃源去回一下雪吗 对啊 我刚才我也说了 那个时候撑一下雪 包括主攻那一轮啊 他也应该去顺那个白银看能不能把忠诚保住 对吧 就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存在问题 后头没单挑过是摸不到闪 如果在那一轮摸到闪不久杀成功的话 啊 后头我觉得以夏侯霸的能力还是很难打死 就二雪刚才已经把杀杀光了 张和那轮要空着闪的话 也许能进入二为一更稳一点点 呃 主中方就是那一轮 太想去把那间杀死了 我觉得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状态撑回来 以自己方的核心 对方是打不过的 而且当时是回雪的话 是回对方夏侯霸的雪 那这样子的话 夏侯霸也没有那个爆发能力 呃 独恋是这个意思吧 是啊 就是咆哮也没了吗 对 咆哮也没了 貂蝉和自己都不死 那以后有更大的能力去限制这一局 但是他就太急 太急那个 想进呃 人数优势吗 但是状态太不好 但是这样这个这个优势是 伪性的优势 就不是说呃 真正的优势 因为你大家都是一雪 你随时是有崩盘的可能性 最后张和他求死 我理解啊 就是说他那种是怎么怕后头一动 完了主攻去杀了他等等等等 但是他前提是不如说是直接控闪 完了直接是让呃 那个那个夏侯霸打死寻 这寻游进入二位一 而且自己是有一张桃 所以他拿无懈是没有任何用 呃 那个一直被杀掉成功就是成功的被打死 那行吧 今天这个视频是要不够吗 对 今天这个比赛就到这儿了 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虽然说事物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应该符合一个正常的对局了 对吧 独联就没有说是非常大的那种不能看的地方 你觉得呢 啊 就是特别大的事物还是没吧 对对对 就是可能细节上处理吗 对 就是细节上 我觉得不可能每一个每个人都把细节处理好了 但是我觉得大的方向啊 这这舞局比上次那个我和大头算直播的要好多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没 就那个那什么官方版主的那一次比赛 那个真的就是很多大的思路上都是错的 就别说细节了 我今天不玩 我明天玩 我今天不玩 我完了玩 那行 今天这个就到这儿吧 大家拜拜 拜拜 人家接电话吗 大家都懂的 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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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